搜尋 搜尋 聚會隱形眼鏡投射影像 讓特務搜尋目標人物 電影中的酷炫科技產品 也有可能在現實中出現嗎 新聞報導 三星在韓國通過了一項 聚會隱形眼鏡專利 韓國部落格CMobile指出 聚會隱形眼鏡搭配小型螢幕 相機天線還有數個感應器 偵測眼睛活動 可以透過眨眼做出指令 進行拍攝動作 而隱形眼鏡本身 與聚會形手機連結 進行資料運算 我們需要接駁到另一個機器 那會供應器 進行鏡頭 專利電容揭露聚會隱形眼鏡 直接將畫面顯示在 穿戴者的眼球上 讓AR擴增時間體驗更自然直觀 但光靠眨眼就能拍照 應引發隱私權增益 儘管三星未發明中的構想 申請專利 但距離實際產品上市 應該還有好一段距離